主料,鸡群腿一个,辅量,将两片,葱,蒜,盐,剁椒一勺,生抽一勺,鸡粉,食用油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鸡群腿洗净姜皮撕去,抹上料酒和少许盐,腌半小时后,斩尖码在盘里,将蒜切末,葱切瓜,小碗里放一勺剁椒,放入姜蒜末,食用油,鸡粉和生抽调匀后,淋在鸡腿上, 锅里水开后,将鸡腿入锅蒸20分钟,出锅撒上葱花即可上桌,烹饪技巧,因为生抽和剁椒都是咸的,按自己口味鸡腿,也可以不用腌制,腌制后的鸡腿更入味些,但剁椒和生抽的酌情报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